最高法院二月九號全程直播 布農族獵人王光璐非常上訴案 引起全臺關注 未來憲法法庭跟一二省法院 渴望跟進 其中三月二十四號 憲法法庭也將針對同志婚姻議題 事件進行直播 這對蔡英文政府即將召開司法改革 國事會議 立委徐永明十三號召開記者會 主張修正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 開放法庭審判直播 讓司法更透明 東法律副教授胡伯彥認為 部分法官對直播有疑慮 但他建議可先建立標準來篩選案件 若司法院無法面對問題 只能透過修法解決 徐永明強調司法改革是新政府的施政目標 未來包括憲法法庭跟一般司法法庭開庭 也應該直播 讓民眾瞭解整個審判過程 最後並呼籲司法院在司法改革上 態度應該要更積極一些 記者烏馬徐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